欢迎收看大人画质 有一个词叫做时代的眼泪 它泛指所有经典的作品跟艺人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时代的眼泪 消失在大家的眼前 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在中国大陆走红 开创出另外一片天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这个话题 现场来宾是大陆媒体在台湾的娱乐记者 詹韦琪 韦琪好 明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韦琪 还有另外一位是联合报大陆中心的记者 戴瑞芬 瑞芬好 大家好 消失在台湾 活跃在中国大陆的艺人好多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所以我们就分成演员跟歌手来讲 演员要讲谁呢 既然我们今天现场都是女士 理所当然我们就从男演员 小生开始讲起 可是一不小心就会透露出我们的年纪 对 咋办咧 与年纪无关 纯粹是动同的回忆 对 而且是她的那个落差很大 就在台湾真的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面 我们第一个讲讲 小李飞刀里面的李循环 焦恩俊 对 其实很多人对焦恩俊的印象就停留在 那时候演了很多古装 对不对 然后可是其实就要帅帅的 可是怎么好像具体有什么很代表作 怎么大家也想不太起来 有耶 不行 这代表 我只是有做过功课 我知道她除了古装剧之外 她还有演一些那个时装剧 类似什么军官与情人那种军官 就那个年代的 看起来很 那个英廷 很帅 还是琼瑶第一个签约的演员小生 演过琼瑶剧 所以那应该是比较早期 对不对 可是其实后来大家发现 焦恩俊怎么就不在台湾出现 其实后来焦恩俊他蛮早 大概在两千年以前 九几年就去了 九几年就去大陆了 所以后来他在大陆最为人所知道的 就是小李飞刀 这部戏应该这样讲 他在台湾有演 可是他在大陆 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大陆演员 包含范冰冰在内 我记得那出戏 肖强也演了 对没有错 可是最后红的是李循环 对 就焦恩俊在大陆红起来 没有错 所以后来很多的大陆观众 对于焦恩俊的印象 就是从小李飞刀开始 那那一出戏 其实已经是 1990年的时候的事情了 所以后来焦恩俊 他就把他重心 几乎就转往到大陆去了 因为他的型很好 型很好 就很帅 古装的那个扮相就很俊俏 非常俊俏啊 他其实现在是已经差不多 大叔 大叔的年纪了 可是他其实依然还是这么的帅气 其实他真的很不容易 像最近 应该说去年的时候 他也代言了线上游戏 电玩 是啊 能想象吗 一个50岁的大叔 但他却可以代言电玩游戏 对 他取代了很多的小鲜肉 对 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气 确实是很旺 所以他还是有 继续有新的影视作品 对 他其实在大陆还是有一些 因为明珠知道 我们在大陆 其实他每一年的电视剧 产量非常的多 几乎都是千以上的那种的计算 所以每一年在大陆的电视剧很多 他们需求量也很大 当然需要的小声也很多 他当然有特别红的 但是特别红的 可能台湾都知道 但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红的作品 在每一个省份的卫视有播出 不断的重复播出 对 那些古装剧 其实焦恩俊他参与蛮多的 我计算了一下 他从1999年到现在 他其实中间也参与了十几二十部的电视剧 所以他演的还是主要是古装剧 在大陆的发展 对 所以你才看他才拿到 大陆线上游戏的一些 这个代言的这个角色 因为线上嘛 线上游戏他也是以古装为局 这个线上游戏叫做 《剑侠情缘2》 所以这样子的名称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他就是靠古装 扮相在大陆很吃得开 他除了在大陆人气不坠之外 好像现在他的第二代也出来 没错 我前一阵 去年吧 我还在台湾采访过他的女儿 焦曼婷 他出道了 出道了 他算出道了 只是说他还没有正式的一些影视作品 但是有陆续在一些 微电影慢慢演出 焦曼婷呢 他大概二十多岁 可是呢 他最为人所守着的照片是什么 他跟爸爸在微博上放一张照片 然后大家说 天哪 这是焦恩君的女儿吗 看起来就像兄妹 有那么夸张吗 真的 其实因为焦恩君他的 如果我们是靠照片看的话 他其实真的是很帅气 当然本人的话 就是岁月多少会有点痕迹啦 但是其实 但是铁态 那个英姿都还维持得很好 维持得非常好 焦曼婷有说 他爸爸其实是对自己 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所以他的体态 他每天都保持很好的一个 体魄这样子 可以在镜头上最完美 对 这个就是演艺人员的专业 瑞芬你认识焦恩君吧 我还知道他的绯闻 就是他再婚 是台湾的演艺圈的林谦玉 那他之前的一婚的时候 是近身出户 这件事情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两岸网友热议 因为他把近义的身家 完全近身出户 只为了两个女儿的未来着想 所以你看俊俏的小生 果然在感情上面也是很丰富的 也很顾佳 你看我突然间 有点接服下去 是 因为他 因为其实像我们知道嘛 艺人他在影视作品上的表现 当然会为人所注目之外 感情上当然也是一个 对 因为那通常也是 他们维持人气跟话题性 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但是焦恩君他比较像是 靠着他的形 因为他形很出色 然后正好戏红了 就到大陆去 因为这种机缘登陆 那跟他类似情况 应该是陈沙莉算吧 他是演技派的 是 演技派的登陆 沙莉姐 对 因为你看 陈沙莉在台湾就是一个 婆婆的形象这样子 可是因为台湾 他好像是花系列 在台湾都是花系列 演婆婆 对 因为台湾比较多 时装剧嘛 对不对 可是到大陆去呢 因为我们知道大陆 他的成本各方面 他都比较多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 比较大制作的古装剧 那陈沙莉到了大陆去之后 就变太后专业户 有 对不对 我记得他好像演过七次慈禧 对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就是一个太后形象 所以他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古装剧非常的多 所以然后每一个朝代都有嘛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 把这样形象的人 他就叫做专业户 他就是很适合演太后啊 皇太后啊 太后啊 母后啊 老夫人 老夫人 我记得那个婆妈戏很红的时候 陈沙莉就常常是演那种 任何一个时代上流社会里面的 恶婆婆 对 就很凶或是很严厉 那种当家的那个老夫人的角色 对 像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大概很多年前 十几年前 那时候在北京采访过 去探过班 大汉天子的拍摄场 就黄晓明演的 对 然后太后 对 可是我那时候 我其实我的主要的对象是 贾静文 贾静文那时候演大汉天子 那时候很早很早起了 然后陈沙莉就是那一部戏 然后就是那一部戏开始 其实大汉天子这部戏 还有黄晓明嘛 这部戏算是开启很多人 一个古装 对 尤其是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明星去演古装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戏这样子 对 我印象就很深刻 对那部戏 而且陈沙莉 你看她现在几岁 七十多了吧 七十多岁了 对 继续在演吗 继续在演啊 继续在演 然后一样是 继续演这些角色 对 因为其实陈沙莉 我觉得那早期的 我不晓得明星就觉得那样 早期的那些演员 他们是会把自己的体态 维持得很好 维持得很好 而且她口条极好 口条非常好 你看台湾的演员 最难克服的是 她的抬枪抬掉 可是陈沙莉 她的口条极好 就她那个国语的咬字 是自证枪圆 基本可以不用配音的那种 不用重新配音了 所以她在那个大陆 也是很受到敬重 七十几岁到现在还在演 对啊 就是重要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是会把她端出来的 跟陈沙莉 类似角色 我想到芳芳 因为我在大陆住点的时候 还真的在电视上 在上海对不对 对 看到不少 芳芳主演的当地的电视剧 而且她的角色更宽广 就是从恶婆婆到 比较在地的婆婆 就是她非常融入 大陆的剧本的角色 还有芳芳 她可以演丑角 对 她的戏路就更宽广 她还有印象很深 就是她每一部戏的角色 都特别去钻演 就是她可以扮演在地 连湘音都模仿得很像 芳芳真的是 硬底子的演员 但是她也一样 我们在台湾 几乎已经看不到 她的作品 可是在大陆 现在还看得到 时装剧 她主要是走 时装剧路线 好 刚刚讲到太后 还有一个 我觉得她根本就是 太后的接班人 大家在那个 《甄嬛传》里面看到的 那个太后刘雪华 刘雪华现在 对 其实像刘雪华 她也是一个 就是说在台湾 她就是一个 很专业的演员 那时候穷瑶太多戏了 然后后来呢 到大陆去 其实台湾有一阵子 在清 就是那个电视剧 在《青皇不接》的时候 或者是新人 很流行偶像剧那时候 你不记得 他们没有发挥的余地 没有发挥余地 然后那时候 好像只有偶像剧 跟乡土剧两种 你要嘛 你就是要 那个青春无敌 要不然你就要 会讲台语 会讲台语 可是对很多那种 硬底子的 那个演员来讲 他就没有发挥的余地 没错 就只好 转进到大陆去这样 所以后来像刘雪华 就是跟沙莉姐一样 他就是在大陆 就是以古装为主 而且因为 他们的那个外表 都有一种扮相 威严在那边 对不对 有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基本上 很多时候都是 把自己 就是他们的那个角色 就是太后啊 对啊 所以刘雪华 在大陆的发展 主要也是 走那个太后路线 对 其实他们都是 比较以古装为主 因为大陆的古装 其实真的很多 各朝各代都有 对 那像刚刚 芳芳 对 芳芳讲那个芳芳 她就是以时装为主 因为她的 她可以丑角 她也可以比较 威严这样子 恶婆婆型的 对 他们就以时装为主 每个人的 自己的定位都不太一样 不过按理想 大家到大陆去发展 除了说希望可以多 挣一点钱 有那个舞台之外 就演员 当然希望自己的戏路 是可以被扩充的 对 这一点在登陆的 这些台湾演员的身上 可以找到成功的例子吗 她会因此戏路更拓展吗 还是说其实就会被限定到 某一种戏路 然后变成专业户 不知道这该开心 还是该难过 对 应该这样说 如果是比较年纪长一点的 演员的话 她大概已经戏路 已经比较定了 可是年轻演员 或是终身代演员的话 是戏路是真的很宽广的 像我们其实看到台湾 很多的终身代演员 突然一下子 不见了 我不知道明珠有没有觉得 你刚讲 可是谁算终身代啊 我讲陈德荣 会不会被骂 陈德荣算终身代吗 不算 糟糕了 陈德荣他应该这样 陈德荣应该是 因为他是 很漂亮 一直是一样 琼瑶那时候 他就是跟着琼瑶剧登陆的 没错 余小凡也是 余小凡也是 因为琼瑶那一段时间 是很多大陆一些 就是跟我们这个年代 这比我们小一点点 这个年代的 他们一起成长的一个记忆 他们非常重要的成长印记 影视作品的成长印记 而且因为琼瑶后来 是跟湖南卫视合作 也合拍一些剧 所以他的作品在大陆 真的是广为人知 广为人知 像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 我们就是大陆的电视台 还说 我们来做一下 当年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琼瑶男女主角 对 因为他们对于琼瑶的 这一个 他的一系列的戏 他们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像陈德荣 你刚刚提到陈德荣 他们都是跟着琼瑶的戏 一起红到大陆去 跟陈德荣去那边是演什么 陈德荣因为他的形式 以古以精 所以他的扮相 不管是时装扮相 或他古装扮相 其实都是非常适合的 对 那陈德荣就是跟着琼瑶的 他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作品吗 还在演吗 陈德荣是这样 他我们可能也觉得 好像就是消失了嘛 对不对 他跟焦一郡有点像 只是产量没有过去这么多 那为什么我知道 他也有可能没有引起 网路上面的讨论话题 也没有引进台湾 所以我们就以为他消失了 也是因为这两年 他结了婚 又怀孕生小孩 对 所以这两年稍微淡出 但是现在好像开始有热身了 对不对 想要准备再付出 对 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 这些明星啊 其实都是淡出很久之后 又再度回到大家的那个 目光前 都是因为他可能又结婚 生子这些这样 李婷姻也是一个例子啦 这个人也是消失了 然后再出现 他怀孕这样子 那陈德荣还有 为什么 因为我也试图要约他的专访 那他的金剑莎姐姐 就会说 他人都在大陆拍戏 所以他其实 要访的话就到大陆去 对 在台湾为什么不让访 因为休息状态 台湾没有装访 没错 对 我要讲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在台湾约这些 所谓的已经消失 时代的眼泪 消失的这些艺人 他因为他的重点 重心都放到大陆去了 所以他所有的工作都在大陆 他回到台湾就是休息 他就不接受采访 而且台湾也不是 他的主要的那个audience 所以他无所谓 而且他在台湾 他已经没有工作 他没有装法 他说那不然你们 要支付装法费用 那也可以 他要再另外排时间 但大部分其实是婉拒的 因为他们回到台湾 就是要休息 到大陆去就是工作 对 好啦 你刚刚一直要讲 终生代被我们打断 终生代 到底谁是终生代 我其实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偶像剧的那一个年代 台湾2000年开始有偶像剧 命中注定我爱你 那个是还是 更久了吗 对 20708之后的 那从就是流行花园 那时候是台湾偶像剧开始嘛 那一段时间 台湾的偶像剧 算是伴随着 大陆现在年轻人 成长的一段 所以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 台湾像你刚刚讲 命中注定我爱你 陈乔恩 对 就演一演也是很红啊 他并没有在台湾不红 看我们最后一出戏是什么 我记得演完 收视率也很高 他就宣布他去大陆了 然后接着你就看不到他了 对 他就到大陆去了 然后到大陆去之后呢 开始其实 他一开始还是演时装 演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看过 在网络上追一句 叫剩女的代价 对 然后他是一个时装 可是 陈乔恩在台湾 没有演过古装哦 他到大陆去 反而开始多了一些 不管是 他演东方不败啦 我应该要记得 他东方不败 才是让他在登陆之后 真正红起来的一件 真正红起来 对 真正红起来 后来他还跟那个 黄晓明演了 锦绣原《华丽冒险》 对 这部戏算是民国初年的戏 民初戏 你看他在那边 他有这么多的戏路是很宽广 因为他有不同的尝试 那这是陈乔恩 那像明道也是啊 明道他也是 他们两个是当时在台湾 手牵手一起过去吗 对 很有名的 对 他们算是那时候 三立立棚的嘛 就是很有名的偶像剧 男女主角 三立偶像剧一哥 明道 真的 对 然后后来也是突然就消失了 消失之后 他不是消失 他就是到大陆去演戏 问题是红不红的 在大陆 他在大陆主要是演明初戏 没有 明初剧 也演古装吗 你说明道吗 对 没有 他都演那种霸道总裁那种形象 所以是时装剧 时装剧 对 因为他高嘛 高挺 然后他常演的就是那种 就是总裁啊 或是那种 我叫他183 因为他是183 club 现在他183 对 所以他就是演的 他的戏就是走那种 就是总裁路线 所以他在大陆现在是红的 他是红的 他是红的 他戏约一直不断 他也是那种 因为我约过 就是他打电话约访 然后他就说 不好意思 明道现在人都在大陆拍戏 那如果你在大陆 他就会非常欢迎你 他会愿意接受采访 对啊 但是在台湾就 sorry 对 休假当中 休假当中 对 所以你看明道回台湾 都是看 叫陪妈妈嘛 然后到要拍戏 就再到大陆去这样子 然后他们 当然就是具体的 酬劳 基本上他们都是算易的啦 算易的 就一部片是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每一年 年收入 年收入 他假设他拍 两部电视剧 就可以达到 易级 对 你想的是台币 以台币收入至少 对 至少 至少 在台湾是 不可能的啦 对 虽然他们的身价很高 可是 曾经 就是我拍过安以轩 那安以轩 他也是一个 就是早就早就 对 他在台湾也看不到他啦 没有戏了 没有戏了 那他那时候有回台湾 帮忙 所谓的友情价 他有提到 他说其实在台湾的 所谓的友情价 其实就是真的都是 大陆片酬三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还不是三分之一 不是三分之一 是三十分之一 那是多少钱 我记得他那时候 他说他回台湾 他一集的片酬 应该是十 大概二十万台币吧 哇 对 台币 对 所以后来这些演员 他们其实到大陆去 他们基本上 不太可能回台湾演戏了 对 所以除非就是 你有一些人情压力等等 否则他们 他才有可能回来 没错 我只是很好奇 在大陆这么竞争的市场当中 那么台湾的演员 要在那里争取到男一 或者是主要的角色 那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名额的排挤 就是可能要 去争取 对不对 其实 有限额吗 对 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就是说 其实应该 大陆那个市场 应该这样说 他当然是每一次 他都有不同的一些规定 那演员基本上 他会规定说 这一出戏里面 比方多少分之一 是台湾演员 多少分之一 是大陆演员 但是他并不会说 整年度来讲 我就只能有 20个台湾演员 大概没有这样的限额 但是他在那一出戏里面 确实会受到一些排挤 那早期台湾的演员 大概都还可以 很轻松的 可以登上 战上一息 对 可是 其实大陆演员 现在越来越多了 因为他们自己的 娱乐产业已经 太蓬勃了 发展起来 以前是因为 台湾在娱乐产业发展 比大陆快 快很多 包括造星这件事情 也比他们有成果 所以就很容易就登陆 可是现在 大概以前说 什么演技派 偶像派 能登陆 现在还能不能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啊 而且现在也很容易 被贴标签 就是常常会有一些 大家支持的 什么议事的活动 然后就被扣上 一个大帽子 你说政治立场吗 对 对 就政治立场 突然之间被换脚 跟台湾保持距离 反而对他们来讲 还比较好 对 就比较不会去影响到 他们大陆的发展 对 如果他在大陆 是长期发展的话 基本上他就会 跟台湾就是一个 回来休息的地方 对 那他回来 他也少说少错嘛 是 对 所以很合理的 他回来 当然比较没有什么 机会采访 我们刚刚讲的几种类型 一个是因为自己的型 然后人气也刚好 所以就跟着过去 然后也有跟着 重谣剧 红到那里去 去把握机会 也有跟着偶像剧去的 还有另外一种 我们说叫做 为爱走天涯 就到大陆去 他不单单只是演戏 其实是另有发展 比方说张婷跟林瑞阳 张婷跟林瑞阳这一队 其实我们都采访过嘛 我们在上海 一定会采访他 对 因为林瑞阳 他是两千年到大陆去 可是应该这样说 林瑞阳到大陆去 他其实主要的不是演艺圈 他一到大陆去 他就开始发展 他的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 一开始代销嘛 然后后来 甚至自己盖梦 对不对 然后就是开始做 那张婷当然就是 为爱走天涯 跟他一起过去 但张婷一开始呢 是他还有很多的戏 很多戏在演这样 可是呢 其实因为林瑞阳 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其实到后来 张婷大概就是 他也加入他的事业 我记得 我在上海采访他的时候 他还当那个仲介 就发展出一个 仲介体系的老板 对 自己还投身到 那个房地产的 仲介里面去 对对对 可是后来好像还做 跟医美相关的 对 美容 就是美容啊 保养等等 那这个很显然 就是为张婷而 设立的嘛 所以他们其实 夫妻俩从到大陆去 不只是有一些戏约 然后其实戏已经不是 他们主要的部分了 所以舞妹娘是玩票性质 我觉得他应该 他已经不太需要靠 靠演戏来赚钱 养活家里 不靠戏来赚钱 养活家里 但是是要靠戏来维持人气 人气 维持他知名度 这样才能够支持 他的事业发展 没有错 而且他像张婷后来 做的是美容嘛 保养美容 所以他必须还是 一直在演艺圈 有一定的一个曝光度 才能够 让大家看得出 因为他就是个活招牌 他就是活招牌啊 就是一个这么青春 永保青春的一个 女演员女明星嘛 所以他的保养品 当然就是大家会觉得 很好用这样子 去年我记得 那个他们的新事业 招待他们的围商 犒赏围商的方式 是包下一整台邮轮 邮轮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 他数百个那个围商 就卖他们的那个 美容用品啊 美妆用品的围商 然后招待他们 到韩国去玩 好像五天四夜干嘛 还上了那个新闻 做得挺大的 对 大手笔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的 他身家多少 他们那个 我因为应该这样 林瑞阳他的范围 他涉足的范围很广 从房地产到代销 到那个shopping 所以他其实 我之前看到媒体报道 初估他应该都有百亿 好吧 这些数字 大家参考一下 因为我记得张婷 好像有参加一个 实境秀的节目 做菜的 然后大家就拍到 他的上海 那个豪宅里面的 那个样貌 然后他里面还开玩笑 说他家到处都是钱 他就开玩笑这样 然后就被媒体 一直拿来作答 就是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外 但是也有引起一些负评 我记得他们的那个评价 也是蛮两极的 可能对 有很多黑历史 就是那个医美部分 那个有一些争议 就是说在房地产市场 好像也有传出 他们把上海的豪宅出售 求献 变现 然后也有可能出现 资金链的一些困难 但这些都是黑历史 然后美容事业 也是有引起一些投诉 跟负评 所以可见在大陆要扎根 这个一个台湾过去的 这个即使有明星光环 也是要非常辛苦 对 我们的网友 他就认为说到大陆去发展 能够红起来 跟是不是台湾人 其实没有关系 只要有才能 哪里都有舞台 韦琪你这样想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啦 就是说当然早期 他挂着一个台湾的光环 他其实到大陆去 他有一些一定的影响力 有用 有用 所谓的早期应该是在 10年之前 还是12 13年之前 应该是说 我觉得10年之前 还有用 还有用 因为当时 就像台湾的娱乐产业 它是找大陆非常多的 那不管是在明星 硬体 软体 人才方面 它到大陆去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到现在 我们自己在看两岸的 这个销长 这个娱乐销长 就知道说 其实大陆越来越快速的 培养自己的班底 不管是明星啊 或是人才方面 所以现在你要到大陆去发展 不是随便遍地斗舞台 你还真的要两把刷子 好像还有好几个人 我记得想说人民币很好赚 于是他就前进了 那个大陆演艺圈 结果到现在还是没看到 他有任何东西啊 对 很多啊 很多啊 很多人啊 好几个 其实我们像 我们现在想说 你没 台湾没市场 就到大陆去嘛 错 没有耶 错 因为其实你到大陆去 你没有才能 或是你没有硬底子 他们要看硬底子的啊 对不对 那你没有 你只是一个花瓶到面去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市场 除非你真的长得很正 就是你的颜值高到超有特色 高逆天 因为演戏 对 高到逆天 演戏这件事情行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行 很重要 然后演技 对 演技 然后当然机会 还要有门道 对 门道机会很重要 那这些人 有的是入主华仪兄弟 就可以自然源源接到 不断的那个商业集合 就是大的 家队公司 对 家队公司嘛 大的一个家族嘛 对不对 对 台湾比较少这种 有企划公司在幕后操盘的 有 但是没有像大陆现在 什么华仪兄弟这么大 我觉得他们造星这件事情超厉害 我们之前讲过 非常啊 讲过啦 对啊 对 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